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揭秘一段乘风的历史 1932年 自维满洲国成立之后 日军为了武装维满洲国 就凭借强征等手段武装了很多伪军部队 但是这些伪军的每个连队又都是由日本人控制的 为的就是更好的控制军队防止叛乱 1938年 日苏之间的摩擦开始进一步加重 洛门坎事件爆发后 日苏开始了交战 维满洲国的军队也被调上前线和苏军作战 被日本人当枪使 这时候 维满第六军管区独立营的中国军人们坐不住了 平日里他们就遭受日本军人的欺压 保长亡国之恨 如今还要和盟国作战助纣为虐 最后在营长西九珍的带领下 全营官兵决定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 当晚53名日本士官被全部毙命 在割下他们的人头后 营长西九珍带领着全营跨过中苏边境 逃往苏联蒙古境内 开始了一场千里大逃亡 当日军得知后 曾派飞机连夜头戴 一直轰炸到第二天凌晨 危难之时 苏联的空军出现 击退了日本空军 救下了这支起义部队 随后在苏联空军的掩护下 起义部队到达了苏蒙军队指挥部 说明了起义经过后 苏军将他们压解运往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独立营营长西九珍 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支持 好让他们穿过边境 回到中方控制区继续抗日 但苏联因为种种原因 希望独立营能够留在蒙古国 为蒙古国的建设出力 在激烈的争论后 西九珍和苏联商议 最晚在1939年年底之前 送他们回国抗日 但在这之前 他们愿意参加劳动建设蒙古国 终于在1939年的6月底 苏联决定途经蒙古国西边 将全体官兵送往中国新疆 奇异官兵们终于盼到了回国的这一天 他们乘坐着汽车 被送到了新疆边境小城青河县 从当时的敌战区维满洲国到中国新疆 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两个国家 最终在1939年12月才到达了迪化 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 但由于时局动荡 这些东北来的汉子们 没能再回到前线 而是被新疆当局就地安置 此后 这支奇异部队也为新疆边防和地方治安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右下角 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